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如何做英镑 因为我刚刚做了通过CME做了一个英镑的期货 这也是我最近我好久没玩外汇了 去年做了一下后来就没有做 那么今天的英镑跌幅非常大 跌了2.82% 刚刚在我直播中我已经跟大家聊过 主要的新闻就是大家担心财政大臣 还能可能再去继续的减税 对这个是因为它本身的没有想好 或者说会让市场感到一个非常大的恐慌 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为什么我去买英镑 因为如果说我们短期已经看到了一个 oversold的状况 今天又跌了2.83% 跌幅又是300个点从1.08跌到1.03这个位置 也就是非常接近1.0这个短期的 应该说历史的一个低点 这个跌幅有点快 第二就是美元 今天我也给咱们的会员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如果咱们看一下美元 已经接近了1986年以来的一根趋势线 如果我们看这个DXY美元指数它的涨幅 现在可能一个我们如果懂ABC 就是懂波浪理论的话 今天来到114这个位置 可能走一个ABC 那么很快我住在美国的西岸 所以基本上是已经是纽约的1点钟了 马上英国它2点钟 2点钟就是西部时间 2点钟东部时间 应该是英国的8点钟 那么很快英国央行是不是会突然的加息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take一个bet 可以在英镑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特别是英镑走到这个位置 如果咱们看30分钟 DMI指标 如果大家熟悉这个ADX DMI指标 看如果突破1.0599的话 这个英镑应该在这里开始 它应该涨300点 这个非常大 所以我这个事我把止损设在今天最低的是1.03639 我把止损设在1.03 但是我在这里考虑加仓 我在这里买了一个三个micro 所以做外汇的朋友可能了解我在说什么 如果你想跟着我学外汇或者什么 We will see 那么第二点我想做个视频原因 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芝加哥期货交易市场 因为我们以前做外汇的 都是在外汇的不同的交易商 国内的朋友最担心的就是资金的安全 因为有很多公司 就是哪怕他在塞浦路斯做得很好的话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就是大家都先担心资金上的一些安全 那么芝加哥期货交易市场 其实它有一个小的微型账号 在在产品上还是不少 除了普通的期货产品 比如说道琼 紫速的期货 我们还有比特币的期货 我们还有比如说以太坊 比特币还有黄金白银 Coopers 我们还有欧元 澳元 加元 英镑 瑞朗 对吧 我们还有美国10年国债 这个三口 很多朋友说你这个三口 我刚刚进场了 刚刚进场了m6b 有点像英国特情局一样的 这三口大概就700块钱 一口小小迷你的大概200多 这个涨幅已经10个percent了 所以对一些资金管理方面仓位不是很大 不想大赌的朋友 仓位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 非常关注的 所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idea 还有我的怎么说 期货交易市场也可以做外汇 因为如果我们看TDM 他也有做外汇的 你可以在那边做10盘的外汇 或者做期货的外汇 这个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做10盘的外汇的话 你大概要转钱的话 要一天时间 通常是当天有的周一的话 像你今天的话要做 要把钱转到外汇账号 首先要开一个外汇的账号 然后再把这个钱 大概在每个周一的话 就要隔一天 周一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周日晚上做 那么要到第二天 那么如果是周平常的工作日 转钱可能是一天 就是当天我以前都在forex.com做 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因为我也做了一次日币做过一次 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讨论讨论 那么同时我觉得英镑连续两天 丢了跌了600个英镑 当然这种风险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可以还是可控 可控好吧 谢谢大家了 现在已经很晚了 想跟一些可能很多朋友 除非亚洲的朋友 欧洲亚洲喜欢做cfd做外汇的朋友 我可以就是跟大家聊一下 那么对于做股票的朋友 这个可能很新的题材 好感谢大家 拜拜